中国现在全力的发展半导体 但没有想到半导体 现在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骗局 而且它也变成了很多人的恶梦 我们提到一个人蒋上亿 这个人在台积电里面 昵称他叫蒋霸 在台积电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拉开跟连电的距离 打败了IBM 甚至追赶Intel 他都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可是没有想到 他跑到中国大陆的红星半导体 他去之前 张忠某还跟他有常态 劝他不要去 但他去意甚迹 可是没有想到 他离开了 他默默地离开了红星 他现在跑到了美国 有人去采访他说 这段时间对你来讲到底如何 他居然用噩梦来形容 他在红星的经验 那有人讲 你要不要形容你在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居然讲 那不是几个字可以说完的 那真的是一言难尽 所以红星到底有多可怕 整个中国的半导体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 过了那个艰巨的坎 如果过不了的话 那个对中国来讲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位宾对大方首预的 自身媒体人 王瑞德 瑞德 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 美女道电视报 总统长吴子嘉 大家好 第三位是 视频论李正浩 好 第四位是 自身媒体人杳慧珍 大家好 第二位是 台湾国际法学会的 副部长林廷辉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财新专家 欢迎收 大家好 是 蒋上一位 我是从你嘴巴 才知道有这个人 叫蒋棒 你说他非常重要 也就是台积电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拉开跟联电的距离 我今天能够追赶到 甚至我能够跨过 IBM的这个坎 他是关键人物 他曾经是台积电的 研发副总 可是没有想到 他去到了红星 大家以为说 他要大展宏图 他有可能变张忠谋第二 结果他觉得他在这几年这么不堪 他是用噩梦来形容 没错 蒋霸 蒋商议 他曾经是红星的这个执行长 他现在因为红星没办法 营运下去之后 五千多亿的这个台币 投资完全打水票之后 现在媒体都在采访他 他就直接说了非常简短 My experience with HSMC 就是红星 was a nightmare Nightmare 噩梦一场 Unfortunately It's really hard to describe in a few words 就是这些经历 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说 一言难尽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蒋上义很重要 事实上蒋上义曾经有一度 因为他跟张忠谋年龄非常接近 不然的话他会是张忠谋的接班人 是喔 对 那既然他在台 他很想要 他心中有一个理想就是 他也想要当张忠谋的这个梦 所以他当初在台积电退休之后 他要到中国大道去发展 当时张忠谋曾经劝他不要去 他想变成张忠谋 对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梦想 所以他要中国大道去 老姐 他在中国大道去的话 到中兴任职之后 马上就被红星挖角过去 红星是把他当成什么 把他当成是中国的张忠谋看待 真的假的 因为第一个 中国的张忠谋 没错 因为第一个 他在台积电的时候 铜制成是他打造出来的 再来就是说他身边 有一批非常厉害的 这几年的这个夜音部队 最早期其实都是他领导的 所以 他是夜音部队的头 对 所以他在中国大道 在整个台积电研发 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难怪他是研发复众 对 所以他在半导体 然后他有这么多的研发人才 再来就是他国际的人脉 这个跟中国大道的资金 结合起来是天作之合 所以你说他在台积电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且他在技术上的能力 是没有人可以执意的 所以为什么红星一开始 就变成是全中国大道 横空厨师大家都那么看好 就是因为有奖上益在 所以不是那个投资的人 当然不是 不是那个集团 是因为奖上益 因为有奖上益在的时候 所以他们EUV纸外光机才能够买到 你以为大家都看什么 当然都是看奖上益出 当然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你说张生你是王儿妈 不是说我想买EUV纸外光机 就可以买到的 还是要奖上益出才买得到 奖上益跟ASMO有相当深厚的关系 所以才能够拿到这些 所以他可以说是 中国大陆要半导体的最后一块拼图 可是今天他告诉你 这是一场恶梦 告诉你什么事情 这什么意思 不只鸿杏挂了 整个中国大陆过去 投资了那么多半导体 全部可能都会打水漂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为什么奖上益一个人觉得那是恶梦 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恶梦 宝姐 奖上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过去 他带了非常多 包括说去鸿杏的 大概有三四百个工程师 因为他去了之后 宝姐 因为他去中国大陆是什么 很多从台湾的半导体工程师 都认为说 中国大陆可能真的有发展 连奖爸都愿意去 我们当然也会愿意去 所以后来全新又挖了很多人 台湾在这几年 台积电大概被挖了一两千人 都到中国大陆去了 那结果这些人 奖上益只是一个nightmare 这些人是nightmare 这些人全部都做了一场大噩梦 他们是冲着奖上去去的 当然 所以不是一个人哭 当然 是一路哭 这些人在目前为止 他们会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是极端的失望 所以他们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 这些过去中国大陆想要拼凑 最主要的主干蒋上益跟他这些 低系部队全部都不在的时候 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发展 可能真的是一个重创的局面 可是现在我们讲到的 在台湾过去有个半导体的F4 F4就是 当然蒋上益 包括Deevan的高企圈 包括梁梦松 还有中兴最早创办人张如今 梁梦松还在 他不是说已经进到了14奈米了吗 没错 实际上中国大陆在发展 整个半导体的时候 他靠的就是台湾的人才 你看 低润教父高企圈 帮他打造什么 帮他们的这个紫光的这个半导体 低润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蒋上益 包括说像张如今 张如今是中兴的这个创办人 还有梁梦松 现在中兴的这个执行长 所为了台湾的F4 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终于看到了希望 但是现在除了梁梦松 还在中国大陆的认识之外 高企圈准备要再另外投资别的产业 包括说张如今 包括蒋上益 似乎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有一点点的灰心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连我们台湾最尖锐的人才 带中国大陆可能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生存下去的时候 那告诉你 中国大陆可能在半导体的发展路上 会有非常多的坎坷 好 蒋老 你是学电机的 你学电子工程的 想上一在电子工程上 在电机工程上 真的是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吗 连他都说 这过去这几年来 是他的Nightmare 而且我们看到 宏心现在看起来 根本就是笑话一场 而这个笑话放在蒋上益的身上 就更加不堪了 没有错 那个时候蒋上益 真的让人一战成名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2001 2002 2003那几年 因为那个时候半导体 刚好遇到一个瓶颈要跨世代 那个时候也刚好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就是院大一战 台积电正式超音赶美 打趴日韩 实际上过去从25尾米 18尾米 一直到18尾米 要跨到13尾米的时候 这东西就遇到一个大的gap 就大的框架 他要改变他的制程 加入所谓的铜制程 结果很多很多的研发工程 都在那边就倒下来了 结果蒋上益带领之下 他取了一个巧 他要从0.18尾米 中间偷渡了半世代 直接弄0.15尾米 先不碰0.13 简单讲 正常来说两年一轟 可是因为这个大gap 所以蒋上益先弄中间的 那个叫半世代 结果在0.15的时候 台积电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订单 因为大家亲黄不接 然后接着蒋上益就带领台积电 弄了铜制程 跨到0.13尾米 这东西 那个时候只有Intel IBM 德州仪器 还有台积电这四家公司 跨到0.13尾米 他就是跨到0.13尾米 他才拉开他跟联电的距离的 没有错 所以说2013 2003年0.13尾米 台积电正式开始的时候 彻底拉开跟联电的距离 从此连练只能在后面 看蒋上益的屁股 而且重点来了 那时候蒋上益刚进到台积电的时候 坦白说台积电是二流公司 或是三流公司 真的假的 在世界根本排不上号 那个时候世界最厉害的半导体 是日本 是美国 是我们想象的Intel 我们想象的IBM 现在Intel 台积电那时候不行吗 台积电是二军 甚至是三军 蒋上益在台积电的时候 研发团队400人 离开的时候7600人 它是彻底让台积电 转型成成为世界一流研发中心的 研发部队就在它的手上 夜音部队是它创立的 从400人变成7000多人 7600人 它彻底 你看到现在后来IBM 放弃了它的所谓的半导体 然后TI也放弃它的半导体 Intel之后7奈米 直接外包给台积电做 自己不做 它只做IC设计 我几乎可以想象 你想象台积电 整个车场过程中 就是蒋爸跟张中某 两个人的传奇 可是宏心到底有多糟蹋 很简单 你看左边上面这个律师函 这律师函是 蒋上益律师发的声明 他意思是说 从7月开始蒋上益 就已经跟宏心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没有再支付任何薪水 结果你看7月8号 宏心还在官网上贴出 蒋上益的照片 然后告诉他的投资人说 蒋上益还在我们这边 然后你还是可以继续投资 有蒋上益就表示 我们的半导体没有问题 他等于是利用蒋上益 你这是要害死蒋上益 难怪我当时讲 蒋上益为什么要这么大动作的 发一个律师声明说 蒋上益先生从20207月 已经不支付 不支售任何的薪水 也不担任任何的职位 结果你竟然在7月之后 这个什么事 2020疫情期间 坚守刚为员工表彰大位 蒋上益还在这里 代表 我如果还要投资 我还要挖人 我看谁的面子 看蒋上益的面子 这样算谁身上 算在蒋上益的头上 没有错 他那个时候 武汉的鸿星的资金链 已经断练了 可是他把蒋上益拿出来后 就是说我还有在周转的可能 他可能在周转个两个月 三个月把钱全部洗出去 就是把玩到挂 就是玩到挂 而且鸿星招他蒋上益 除了是拿他照片去 继续去骗人家来投资之外 连好不容易鸿星弄到一台 艾斯莫尔的极止外光机 我们都知道 有极止外光机 你才能进军 其耐你 对不对 那个时候弄来 2019年12月弄来的时候 鸿星召开盛大的进场仪式 然后记者会 然后去给大家那边看说 你看我们有极止外光机 还宣誓未来再投资200亿美金 去盖14奈米厂 所有的投资人 那个时候都疯了 结果没想到他转手就把他去抵押 转手就抵押 可是抵押的价钱 我说这叫贱卖 为什么 因为很起来一台极止外光机 台积链买都40亿台币 结果它抵押多少 5.8亿人民币 大概20几亿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你请全中国就只有 红星弄得到一台极止外光机 在极止外光机 我都怀疑是蒋上益 用过去跟艾斯莫的联系的方式 好不容易买来了 结果你不进场就算了 马上登现金 对 左手拍完照 右手就拿去换现金 而且那钱只有它是市值的一半 然后你抵押就算了 结果他叫蒋爸 蒋上益不是带一大堆员工到这边吗 叫他们干嘛 每天做模拟 为什么因为你场还没建好 他就说你每天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写报告 你写报告说假设 我们现在做14奈米的时候 你要怎么攻课 你要写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 你想象这边有台极止外光机 想象 你要怎么去操作 然后还有人去假装那边穿无成衣 要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多么羞辱人 这些人在台极电 过去都是一线的战将 都是帮台极电攻课 14奈米 七奈米 每一个奈米的 都是那些顶尖的工程师 然后人挖过去 就在那边去玩一二三木头人 玩一二三半家加九 这叫电晶体的半家加九 然后拿假的晶片 假的金座外光机 然后在那边想象来想象去 这些都是后来被媒体踢爆了 我如果是讲上去 有看到这些东西 我也觉得是噩梦一场 因为他用噩梦形容 我也觉得是糟蹋人 我也觉得是一言难尽 没办法用知智片语来形容 这种里面不为人知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可是相对而言 现在整个办法体态势就是这样 你如果跟中国绑在一起 你就完蛋了 你就是一场骗局 你就是黄梁一梦 可是你如果趁早从中国脱身的话 抱歉 未来的订单根本就接不完 现在连电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后最早是曹新城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最早进军中国 就是曹新城 就是连电 可是曹新城话来说什么 九二公司一中各表就是胡说八道 我如果可以重来 我希望没有袭净中国 就是曹新城讲的 很讲因为中国整个环境 对于办法体来说 没有一个人是要玩真的 一大堆人对于办法体都是说 我成立公司 然后我要拿政府补助 然后我要骗更多的钱 我要拿更多投资人的钱 根本没有人想要扎根去做研发 所以当连电彻底跟中国切开之后 保健哥 连电股价是一飞冲天 现在就是连电股价 这是一飞冲天 跟坦新城一样 都是一飞冲天 为什么 因为连电现在要吃掉 中芯的单了 现在美国对于中芯设下禁令 中芯控出来14纳米 以前的稍微比较落后制程 全部连电可以吃下来 所以现在中芯跌倒 连电吃饱 连电现在保到说未来可能要去并东 值得14纳米8寸代工厂 所以说现在整个大态势就是这样 你如果去了中国 你如果袭净中国 你最后就像蒋爸一样 荒凉一梦 好 师兄 现在我们自己培养的人 现在到了中国大陆 真的这样被糟蹋吗 我刚刚听到郑浩这样讲 这都是我们的夜音部队 这是台积电最好的技术人员 在那边假装这里有个机台 然后每个人还当着机器 你还来玩 大家还玩白咖咖咖咖咖 对 这个对蒋商医来说 是真的是彻底的侮辱了他 为什么 蒋商医他曾经在美国的德州仪器工作过 他也在美国的普惠公司里面 惠普公司里面 也是当到高级的研发长 他的研发实力不用讲 刚才正好不是讲到 他在惠普都当到研发长 刚才正好不是讲到 他回到台湾之后 当时柴击店就把他列为是一个重要的研发人才 张忠谋在很多研发上面来说 都是仰赖蒋商医 那你知道我们如果打个比方来说的话 如果假设台积电的这个灵魂 是张忠谋先生的话 台积电的DNA就是蒋商医 DNA型 为什么DNA是蒋商医 我们知道 实际上他一开始的时候 刚才不是讲到铜制成吗 铜制成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从铝制成 要变成铜制成的过程里面来说 当时IBM是最早开发出来 IBM跟全球都卖 他就说我卖给台积电 派给连电 所以这就是最大不同 连电后来选择了他用 IBM的技术 台积电认为说要自主开发 当时其实张忠谋先生一直觉得说 不知道到底要自主开发还是怎样 因为自主开发风险很大 最后踢他临门一脚了 就是蒋商医 蒋商医就跟他说我们自己做好了 那张忠谋就说好 OK 那你去想一想 结果蒋商医说他就回到家之后 他花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整理了一本书之后 交给台积电 后来跟张忠谋说 我们要做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把所有的所谓研发人产 大幅的扩充一倍到两倍 那问题是 问题是我们没有研究室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他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论 他就说我们就直接在 生产线里面研发 一边生产一边研发 就是台积电现在干的事情 对 那很难做到 那怎么做到 蒋商医就说OK 我们这件事我们也不是没有做过 我们在德州一系就是做过这样的事 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是 在所谓的生产线里面来说 有两种不一样的无成衣 一种是白色的无成衣 一种是粉红色的无成衣 粉红色的无成衣 那个人做的就是同制成 因为你制成里面 你只要混到不同的介质进去的时候 吕制成完全完蛋 所以他们等于在一个生产线上面 有同制成的在研发 吕制成在那边生产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好 那为了要这样子的时候 蒋商医当时严格的规定 你反正是做什么制成的 在公司走路你都有固定的部署 也就是说你同制成的 你只能够 他还划了线 这是同制成能够走的 划了线这是吕制成能够走的 他还这样做 做到这么严格 把同率彻底分开 对 他做得这么严格 结果你现在在造假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怎么想 难怪是一言难尽 我是那么盯进在做这件事情 结果你们现在在那边胡搞瞎搞 所以他就是这样要求得很严格 所以整个台积电 所有研发人员的DNA 都是蒋商医把它看进去的 连我走路都要管 对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事实上它不只是同制成 它有0.13微米打败天下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28奈米 我们知道28奈米事实上是台积电 在打败三星 或者打败全世界 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它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 他是台积电 张忠谋先生不是有一度 离开了台积电吗 他2,000卷人回来之后 你知道他发布的 第一个大命令是什么 马上把蒋商医请回来 当他们的研发长 对喔 蒋商医其实当时在美国 他回来之后 张忠谋说赶快再回来 我们赶快再投资28奈米 所以28奈米又是在 蒋商医的研发之下 完全成功 那为什么蒋商医那么重要 因为蒋商医当时有 非常重要的属下 那个属下叫做谁 叫做梁梦松 所以你看 中国道已经挖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 中国道已经挖到梁梦松了 然后如果他才把蒋商医 挖过去的时候 不是就整个台积电都挖过去 他们原本认为说 这样应该就可以把 整个台积电的DNA移植过来 有点毛骨悚然了 当然 但是不幸的就是说 他们中国道还是 太多人要造假 害了 反而让蒋商医的一世一鸣 就因此这样而毁掉 所以他为什么要马上撇清 因为他真的 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 他绝对是不能够接受 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你现在没有了台积电 中国在军工产业上的瓶颈 无法突破 对 半导体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让中国真的 想要挣大人 挣不来大人 因为它还是个小朋友的概念 为什么会这么讲 其实过去各位的了解 在平日生活中 我们现在用的Wi-Fi也好 或是现在用的 所有的相关通讯设备也好 过去其实都是在战场上使用的 然后战场上使用之后 才转成民用的 Wi-Fi是战场用的 对 过去都是所谓的通讯兵 在通讯的时候在用的这些东西 频谱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包含半导体这些东西 半导体一开始就是给军方在用的 所以现在看到美国的先进的战机 都在用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半导体 那问题在什么 2017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就是川普 他们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说怎么确保让美国的半导体 能够在全世界居于领先的地位 那这时候就看到中国的问题 中国都用剽窃的方式 窃窃的方式 刚才很多造假的东西 事实上都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上面是希望发展这个东西 那底下人就把这些钱 全部分光了 那所以这用讲的东西 你挖到台湾两个最强的 一个梁梦松 一个挖到了这个蒋上映 梁梦松就帮三星进到14奈米 如果没有梁梦松 三星根本没有办法再 在制程上跟台积电一较高下 挖到这些头 挖到这些高级分子 问题是底下这些人烂成一团 那底下人在分钱的概念而已 所以问题就出在所谓的 底下的人才方面 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去做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基础科学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知道说台积电 他要做精进的 他必须要基础化学 或是基础物理学等等之类 这一类的人才必须要培养的 但是你看这个所谓的 华为他们老板自己也有讲过 中国从来不做这件事情 中国只会用应用的方式 他们讲科学发展观 讲说这个东西可以用 就带来模仿 然后开始来做 但问题是他们缺少 那所谓的理论性的 以及逻辑性的一个推理 或者是说所谓的 真正的这种所谓的 基础科学的一个 一个人才的培养 或是相关的实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底层是薄弱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中国之所以现在 还有一些经济发展 它是取决于过去这种规模经济 所留下的一个产入 比如它包含这个传统产业 钢铁 纺织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外销到 一带一路的沿线上去 所以在进一步 在刺激它国内的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半导体的话 没有这个关键基础 关键核心的技术的话 它的军工业 未来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再看到 再等个五年到十年 可以看到它很多的产业 是没办法跟美国批敌的 包含未来 AI产业用在所谓的军用方面来讲的话 它就会落后美国一大截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都会怎么打仗呢 所以为什么 现在习近平非常非常的忧心 这些事情 他必须要掌握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 所谓的半导体的问题 半导体问题是它核心问题 这个国家 搞来会亡国的可能性 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多严重 亡国太严重了吧 非常严重 我一点不夸张 我请问你 中兴半导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2000年成立 2000年四月份 公元2000年四月份成立 现在是几年 20年了 它已经成立了20年了 这20年当中 中美有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啊 他要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他买什么设备也买得到 他要挖什么人也挖得到 他为什么做不出来 很简单嘛 中兴花了20年做不出来 你现在中美冲突 卡你卡成这样 全部卡死了 你凭什么说 你未来自立更生人做出来 大陆20年 40年要干什么你知道吗 干什么 就是干马云干的事情 金钱游戏 全国举国上下逐付 赚快钱 赚钱 全部就一搞 搞一个ASMO来就去银行贷款 搞一个公司来 空头公司 搞一些演员来 去挂牌上市 搞一个什么东西 紫光集团 一搞就要买下全世界 都是金钱游戏 全部是金钱游戏 没有一个人要实实在在的 把这个流程做好 台湾人很实在 台湾人就是张忠摩这个人 非常特别实在 每一个做半导体的人 都规规矩矩的做到爆肝 爆肝 我们都做到很惨的事情 这个情况的国家怎么发展 这国家就没有办法 所以军事上一定要落后的 所以吹什么牛逼都没有用 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现在面对的 最严重的问题 而没有人去面对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 中国一个绝对的亡国性的危机 他们现在仍然无解 我刚才讲说 你是纳斯 你什么都不是 你只是多余而已 你说不是 真的这翻译是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 你是过眼云烟 没错 事实上这个日经这个标题 下得非常 You are nothing but a cloud 事实上如果用中文翻译来说 你只是过眼云烟 在我习近平的眼中 你马云就是这个样子 你怕死了 我要你死就你死 我要你生就你生 所以你看这个眼神 是我高高的这样看着你 非常有敌意的时候 那我就注定了 马云未来可能有不太好的下场 而且你讲 为什么中国现在下这个手 除了是我看你不顺眼之外 另外就是 中国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它现在越来越多 大企业已经出了问题了 它现在地方政府 也有债务的问题 我现在必须要怎么样 我要搜刮钱 搜刮钱是什么 从有钱人的口袋收钱进来 对 事实上最近中国大陆政府 做了非常多 我们都觉得有点怪异的事 第一个 他在海外抛售美国的这个债券 为什么 他可能要回来 搬钱回来到中国大陆 再来就是什么 前一阵子不是有这个包商银行吗 他说倒了之后 我们政府不付任何的债券 捡气 倒就倒了 对 另外一个最近什么 很多中国大陆的国企 都开始有所谓倒债的危机 包括说我们前一阵子讲到 华城汽车 东北最大的国营的汽车公司 倒了 倒了 他就说我还不出钱 我债券也违约 除了这个之外你看 紫光也是 紫光集团这么大的一个 中国大陆的集团公司 他居然也倒账 倒债 最近很多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公司 全部都出现所谓倒债 还不出钱来的这个状况 那不止这样 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要去搜刮 事实上现在债务最严重 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他们的企业 企业很多债他们注定还不出来 再来就是 那不是会有很多倒闭草包 再来就是地方债 为什么地方债 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不是讲过吗 过去有很多什么 武汉红星 什么全新 那个钱 宝杰 那个钱是谁出的 地方政府 那都是地方政府跟那些人签了约 那个公司倒了之后 倒霉倒到谁 第一个银行一定很倒霉 再来地方政府要承担 所以现在为什么地方政府要去搜刮 现在我们没钱 没钱我们就只好去抓 抓当地的商人回来 抓交替 就是这样概念 有人骗我的钱我就抓 他们现在很多地方官员 现在都被究责 像武汉红星 武汉红星现在怎样 现在已经确定被上海市政府接收了 上海市政府接收之后 他也要发展 问题要发展的时候没钱 没钱怎么办 现在中央可能又对你这个案子 他可能也争一只眼逼一只眼 你确定你自己去搞 那怎么办 自己自愁裁员 自愁裁员怎么办 就是割当地所有人的韭菜 难怪现在中国各地的富豪 现在招不保抑死 对 好 那这是地方 地方是这样子 地方有很多地方型的被割掉之后 那中央是谁 中央当然就是马云 马云你现在是最大号的人物 最肥的 最肥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 不是中国到首富换人吗 中严严马上就说 不要说我是首富 为什么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很害怕会变成是那个 因为你强出头之后被割韭菜 因为中国到现在财政吃紧 你要贡献国家的时候 企业家当然是最大的一只飞扬 那你同意刚刚董事长讲的 今天竟然有四名刀手 去追杀钱多多 是要逼马云出来吗 我觉得无论如何来说 到目前为止的马云的处境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危急 因为这些海外媒体发出来的讯号 他们很多媒体的资讯 他们的来源都是中国官方高层人士说的话 是习近平下的 对 所以显然来说的话 目前的马云整体的身家 甚至现在有最新的消息传出来 就是问说 那我们蚂蚁金服可以上市 中国的这个证监会的副主委就说 他应该不可能再上市了 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现在马云或是整个中国到的企业家 现在真的是如热锅上的蚂蚁 之前你可以看到 中国对于川普一连串的攻击 他其实是在忍让 他不想多惹事端 所以前一段时间 中国非常的安静 连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奇都说 在这个时刻不要去惹川普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 但当川普的阵营 做出两个动作的时候 中国开始也开始进行反击 他这个动作是 针对31家去说 有解放军背景的 美国不肯投资 而且川普这个手运动非常重 他居然是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他就下了一个紧急命令 可见他非干不可 另外是 庞佩奥在接受广播的时候 居然讲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就简直踩到中国的一个底线 所以中国现在反弹了 我们看一下中国怎么说 他现在通过一样环球网的社评说 庞佩奥为了固化美中关系的对抗 他最后的疯狂 那边开始又对蓬佩奥进行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打击 甚至今天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 外交部对于拜登也表示祝贺之意 现在美中之间已经破冠破摔 现在两边都不演了 现在两边都撕破脸了 剩下不到70天的时间 大家会担心 最后川普如果确定他不能连任 他确定败选的时候 他会杀出丢出怎样的杀手舰来以泄他心中的一个气氛 而他今天丢出了最后的杀手舰 他最后的攻击手段 中间台湾是子弹吗 台湾是筹码吗 台湾会被卷到其中吗 好 这一段里面 知识媒体人黄川佳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川佳你好 大家好 好 之前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于美国的选举是静默的 是不想扯是吧 包括胡锦仁讲我们现在都不要惹川普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子疯狂的举动 对 可是当你看到了《环球时报》的社评说 蓬佩奥为了固化美中对抗 最后疯狂 双方开始剑拔弩张 开始使在起飞 双方开干了 没错 事实上川普的最后的密招 最后的绝招 恐怕要出窍了 什么绝招呢 抱歉那事实上目前的亚利桑那州的11票归拜登之后 其实川普要在美国的选举中间翻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打法力战来说的话也是旷日费时 但是他有一个大绝招 就是1976年美国颁发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案 你只要国家紧急状态法案 这个实施了之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可以终止宪法 而且可以有美国总统有无上的至高权力 紧急状态 所以他现在怎么做呢 他现在的做法很简单 刺激中国大陆 我只要把美中的关系刺激起来之后 我必要的时候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你看他第一招先说 用这个所谓针对中国投资的这个行政命令 他就是动用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他可以绕过所有法令 直接进行美国投资和这个中国军方 所有相关点的31家企业 我之前看到这个新闻是讲说 你又禁止了31家的中国企业 说这个31家中国企业跟解放军有关系 所以美国不可以投资 不可以有任何关系 可你说他是用紧急命令 对另外一个 庞佩奥说了一个非常非常 可以说挑动中国大陆最后底线的一句话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看中国大陆马上就忍不住了 中国大陆这个环球网 马上就出来批评了 庞佩奥为固化美中对抗 使出最后的疯狂 包括他们的外交部也开始在批评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坐不住了 坐不住这件事情 最符合川普的利益 川普就是要等待 这个紧张的状态实施的时候 我可以动用美国紧急状态法案 让美国终止所有宪法的进行 那我只怪记住台湾会变筹码吗 这就是最后川普死的最后的疯狂 跟最后的绝招 你看这个他是写给 他这12号写给白宫 写给这个众议院院长 还有这个参议院主席的信里面 他就说我在此宣布 我已经发布一项行政策 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以应对中国中华人民国 对美国资本越来越多 带来的威胁 并使用其军事情报 还有允许使用中国 直接威胁美国本土 和海外美军的其他安全机构 所以他就 他是炫入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法案 所以他可以绕过所有的法令 直接就说 你们现在过去投资 中国道31家的所有的个人 还有企业的资金 全部在明年1月11号 就不能够做了 而且在365天 一年之内全部撤资 这个你要绕过多少法案 他完全都不用这些法案 因为他就说 中国道对我们的威胁 所以 这才夸张 很多人认为 川普的任期不到70多天了 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只是看守内阁 这段时间里面 你连普通的法案 你都不能推动 可是他居然连紧急状态都搞出来 他一出来之后 你看中国道所有的股票 全部中错 因为他们这个投 华尔街投资的非常大量 至少少说 如果这31家公司 全部算出来的话 大概有几千亿港币 他们全部都要卖出来 这个是个非常大 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夸张 你怎么动用这个 但是这就是川普 他想要的 他要刺激中国道 如果中国道真的坐不住 你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我就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的时候 美国的宪法是可以全部中止 政权交替可以停止了 这太可怕了吧 对 他不敢做这种事吗 我觉得慢慢那个味道出来 你看 蓬佩奥他说了什么话 我们把话说清楚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过去有谁会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从基金局去访问中国 后来他们建立了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就确立一个中国原则 从来没有讲过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 这种东西 对 那你看 蓬佩奥现在还怎么样 他就说大家不要搞错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总统 只有一个国务卿 和一个国家安全团队 这样才是适当的做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要退嘛 所以没有退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慢慢把这个局 慢慢铺排好 所以不是川普很疯狂 蓬佩奥也很疯狂 蓬佩奥要帮助川普 能够继续做嘛 他说我要当第二任的国务卿嘛 所以你看 现在蓬佩奥一直骂一直骂之后 你看他为什么一直骂 一直骂一直骂 他就要刺激你 可是蓬佩奥也很乖 蓬佩奥之前他知道说 我不要畜生 你胡锡进不是说 我们不要刺激他 可是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华姐 胡锡进做得住吗 做不住了 他就做不住了嘛 他这两天不到那七个国家 我们再来细读他这句话 太耐人寻味了 不要搞错 同一时间 我们只有一个总统 一个国务卿 跟一个国家安全团队 对 所以你看 蓬佩奥讲了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后 你看 马上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评就出来了 社评他马上就说什么 蓬佩奥终将个失败者 他是美国最恨中国的这个执政精英 他对中国激进的这个假装的这个描述 他把他批评成什么 为了固化中美的对抗 使劲了最后的这个疯狂 他说他篡赶了人类外交的精英 以自己恶劣示范冒犯 羞辱外交官的职业 要说战狼的话 他才是外交界的第一战狼 所以你看他这样讲的时候 环球时报已经坐不住了 坐不住之后你看 现在谁也坐不住 就是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就马上出来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各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 唯一的合法政权 他说什么 我们要遵守一个 美方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还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这个规定 所以你看他已经坐不住 外交部也开始在说 所以你看你既然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我外交部也这样表白 所以今天他们就做一个动作 怎样动作 正式发电文 祝贺拜登跟Harris就当选了 他就直接这样讲 你看我们先让拜登和哈里斯祝贺 表示祝贺 同时中方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 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 所以他就之前都一直没有发 一直没有发 你既然讲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也不要再对你客气 所以双方的剑马路张 就如同大家之前一直预言的 台湾会是那一张最后的牌 现在真的已经被打出来了 那可是如果说你彼此互相校正也就算了 这个校正会有实际的动作吗 金融时报昨天的社论设评里面就有提到说 今天大家担心了 当川普卸任的时候 他一定会打 他一定会在香港问题上 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现在不只是香港 会把台湾也搞进去吗 能够让中国大选非常愤怒的 就只有几个问题 南海台湾或是香港 现在香港的问题来说的话 的确目前相当紧张 但是台湾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所以台湾我们这阵子 可能真的要相对的比较小心 难怪蔡英文这么紧张 他到底会打什么样一个牌出来呢 让中国大选完全 所以之前就有人预估说 之前不是说有几种说法 国务卿来台湾访问 或者说国防部长来台湾访问 这是川普本人来 我慢慢觉得川普搞不好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会出现 那为什么这样呢 保洁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美国还是持续在拉高 跟中国大选对抗 还在拉高 他今天就说 有两个中国教授 已经确认认罪了 他们是什么 我之前川普不是一直在抓千人计划 他现在抓到两个 你这个有一个 这个厦门大选的 这个毛姓的这个教授 你现在因为你之前帮华为 还有很多中国大陆的 拿很多这个千人计划 偷了很多机密的资料 所以你看 他被控在中国大陆 在美国被控 被起诉了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科学家 中国的免疫科学家 赠送 他也被起诉了 所以他们两个 在这个时候 你看在这个时候 他们千人计划的这个案子 被确认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 现在还没停 还有之前你看 蓬佩奥宣布 制裁四个香港的官员 所以你看 现在蓬佩奥是连续的出招 连续的出招 他现在还在制裁香港官员 越拉越高 你看他香港牌也打 然后台湾牌也打 所以你知道他现在是 连续在打非常多的牌 他就是要刺激中国大陆 让你坐不住 那中国现在 习近平也开始觉得 你既然我跟你没有合作的空间 没有办法妥协 对 那习近平也要开干了吗 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来说 他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但是他也是喘变变的 习近平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清了国内的所有的 反对他的势力之后 他现在也做的 如果你真的在挑衅的话 我可能也会动手 但是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连美国政府都开始了 美国一个政治的网站 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到明年1月20号交接的时候 他现在这个川普下一个命令 给白宫的幕僚长梅杜斯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要签署 大量的行政文件 然后我们要 还要有行政文件 你都是交接其乐 开手其乐 他就说我们要用行政命令 通通都是行政命令 因为这时候不可能用法律通过 但是我要用行政命令发布 行政命令骗起什么 中国贸易移民 还有健康照顾 还有学校 你看中国议题 贸易也是跟中国有相关的 所以你看这两个是在前面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他准备要用很多的行政命令 来痛打中国大陆 那如果真的痛打中国 痛打到中国到坐不住 或是中国到对你动手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可以颁布国家紧急状态 到时候可以终止整个政权的一间 这就是川普现在在想的 所以为什么他要把国防部抓在手里 他要把国土安全部抓在手里 这个其实我慢慢看出来 川普已经有在做另外一种打算的可能性 而且刚刚讲到的 今天31家跟解放军有关的 美国不可以去进行投资 不可以跟他有关系 这只是一个 现在梅杜斯已经整理出来了15个 对所以你就说 我就说嘛 川普在最后的时间点里面 他会连续出刀 特别在什么 如果哪一天他宣布说 我可能在这次的 这个选举里面可能是失败的时候 到时候那个法案会 连出炮的杀出来 到时候看你中国到 怎么去接招 在这样的天下大乱的时候 台湾其实非常戒慎小心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要主动的说 我们没有要寻求 跟美国全面的外交关系 对当时被骂翻了 可是现在发现 靠那是一个刹车 那是一个保密 不然今天台湾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有一个国家 他却想在这个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的时候 混水魔雨 哪个国家 韩国 韩国现在就想说 你现在乱成一团了 没人可以管我的时候 他现在要大举的抢攻 中国市场 是我们现在讲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十一月十二号 发生了几件 而且同时发生在上海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三星他在上海 发布了一个五奈米的晶片 然后大家想说 三星发布五奈米的晶片 看起来很重要吗 重要在哪里 重要是他特别选在上海发布 我们都知道 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科技 在美国的禁令一下 所有五奈米的东西 不能卖给华为 所以所有人包括什么 我们的台积电连发客 全世界五奈米的东西 几乎都不能卖给华为 情况之下 三星在当时一直 一直撑着 一直撑着 一直不愿意选边站 那现在你突然之间 在上海发布了一个 五奈米晶片 虽然你没有说 你要卖给华为 虽然你说 你接触的对象 可能是那个 小米 小米 可能都里面就是没有提到华为 但是人还觉得说 五奈米登陆中国 这种感觉 对一般来讲 就是好像 腻了那个美国的意 你为什么三星在这个时间点 你敢这样做 解了中国的套 对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讲说 其实三星从头到尾 都没有放弃中国市场 另外一件事情是 11月12号 也有个有趣的情况发生 竟然是习近平 他跑到浦东 去主持一个 浦东开放30周年的 一个庆祝大会 而且他在这场庆祝大会 他里面特别提到什么 他说我们要把浦东 放在建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一个发展模式上 要做到几个突破 第一个突破 核心零组建的研发突破 第二个突破 要一个高端产品 形成一个中国标准 中国标准 大家记不记得 为什么会有美中贸易大赛 就是因为2025年 中国制造这个棋子出来 结果让美国觉得说 你竟然要在2025年 顶着一个中国制造大棋 不是就是冲着 我美帝来的吧 我怎么可以让你 趁你还没有起 帮你打下去 现在中国制造不敢讲了 他换了一个说法 叫做中国标准 而且你要知道 他也是12日这一天 在普通的开发 开放30周年的会议上 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韩国三星马站在旁边 召开了一个 也就是现在川普 可能没有办法连任了 现在在他脖子上的绳索 开始松开来了 松开来以后 韩国进去了 而中国也看到希望了 而且你要知道 其实韩国可以说是 过去这半年来 都积极的在抵抗 抵抗一件事 抵抗选边站 像我们没有什么好抵抗 我们就直接乖乖的选边站 我们的台积电 现在连工程师 都要去美国 开始建立我们 那个美国厂了 但是韩国这边 从头到尾都在抵抗 他们甚至他们 韩国驻美国的大使 李秀赫 他讲什么 他话讲得很直白 七十年前 我们韩国受制于美国 七十年之后 我们韩国应该要有自主决定 不受制美国了 我韩国已经不是 昔日的韩国 我韩国不是当年 需要你美国出手拯救 那种国家地位悬殊的韩国 对 他的意思是 再怎么样 我现在也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再怎么样 我现在在国际 韩国在国际的舞台上 也不是当年 出出可怜的韩国 你也稍微把我尊重一下 好像一副要迫切我 要把你的那一只手 伸到我的韩国的一个 国际的事务的决策上 讲难听一点 我韩国跟谁当朋友 我韩国要跟谁 走在一起 你是不是记得 你有什么可以来管我 所以照一这样讲 现在在美国权力真空 他在权力交接的时候 不是只有中国 我进行压力测试 我刻意地 把三个泛民派的历史议员 我把你给fire掉 我看 我做香港测试 韩国也在对美国 进行压力测试 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 帮川普倒数计时 你知道吗 那帮川普倒数计时的情况之下 大家也针对拜登 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他为什么这个时间铁 突然要砍这四个人 突然要DQ 因为这四个人 在反送中的时候 在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时候 这四个人有跟美国 有进行一些相关的接触 所以他现在就说 你跟国外势力在勾结 你不爱国 所以我就DQ你这个人 你说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违反了之前港府的承诺 所以他现在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就是你只要跟美国牵连的人 勾勾敌的人 我就把你给宰了 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是要测试你拜登的底线在哪 他就测试我今天这样做 你拜登会不会说话 你敢说什么 拜登果然什么都没有说 都没说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拜登跟贺锦丽 他们那个所谓的政权移转的 那个网路平台 他们把四件事情 放成是未来交接的首要之物 第一件事情 疫情的控制 第二件事情 美国的经济 第三件事情 美国的种族的一个平权的问题 第四件事情气候暖化 而且没有中国 他把气候暖化放在那个 他们整个政权交接的四大要事之中 里面完全只字不提中国 而且气候暖化是要跟中国合作的 是 只字不提中国 只字不提香港 在你这种情况之下 我中国看在眼里 所以我趁这个时间点 我就DQ这四个人 我看川普的一个反中的底线 会不会是你拜登反中的天花板 什么意思呢 这种如果DQ事情 蓬佩奥马上都跳出来 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但是拜登从头到尾 假装没看到 一句话都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讲 那我如果是中国 我就知道了 OK 所以香港这件事情 你不看在眼里 你眼里只有看到 要跟中国合作的一个气候暖化 但是你没有看到 严重侵害人群 严重危害到香港高度自治的 四个议员的DQ 一句话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讲 那我中国就心里有敌了 心里有敌是什么 未来在香港的议题上 势必拜登不可能是川规拜登谁 所以拜登在从这个意思上 没有表态 就代表他们会一步一步退回 这个是中国内政 因为你晨晨讲过 你给中国一寸 他会跟你要一尺 是 所以你知道这个DQ 这些世界事情 我倒认为他不是说什么 要跟川普叫牌 完全不是 他完全是在测试 拜登的底线在哪里 好 正好 那现在 川普丢掉了亚利桑那 状况真的不好吗 他现在要翻牌 要连任的几率不高吗 可我们看到 现在川粉还继续上街 这会给他能量继续地干下去吗 翻不翻反不知道 可是川普是绝对不会承认败选的 纽约时报出了一个大标题 他不会承认败选 绝对不会承认败选 你看有什么要做的大标题 绝不承认败选 川普送给全世界独裁者的大礼物 我换句话说 连老牌的美国总统都可以不承认败选 那我其他独裁国家投票 不就投假的吗 那他就说川普这个举动会造成 非常多独裁国家的独裁者 起而效尤嘛 那这件事情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拜登现在真的是 有点孤独老人的感觉 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想跟拜登通电话 跟拜登送贺电 可是现在国务院完全不帮拜登忙 然后呢现在拜登很惨 他现在只能起一些欧巴马时代的外交官 帮他传递讯息 那都是这样大家都靠老关系 所以你说各个国家跟美国都有官方的联络 我就算要发贺电 我也知道我要发在哪里 可是你今天要联络的窗口 你要发贺电的地址 我就把你暗中不发 不给你拜登 完全不给拜登 难怪台湾 难怪我就懂了 为什么蔡英伟要发出一段 因为你发贺电 拜登也看不到 但我发推特 拜登可以看得到 也有可能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 怕发给拜登贺电 最后不小心川普翻盘了 那就更糗了吧 为什么 因为川普其实现在他去打 那个诉讼策略 其实是有策略 他是瞄准每一个州的可能 比如我先讲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 你说他差到14万票 差很多对不对 可有好几个迹象 显示密西根州 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迹象是大家都讨论过 密西根州的安特里姆骏是有被发现他电脑机票有6000票 原本是要给共和党 现在变成民主党 现在并且变成民主党 民主党票变回共和党 可是那个机票软体的软体公司 硬是坚称说是人为失误 可是很多川普说 这个叫做电脑系统性失误 那这个差很多 人为失误就是这6000张票 就是个案 可是如果是电脑系统性失误 密西根州的奥克兰县 有一位共和党的议员 那个县议员 他开票的时候输一百多票 他申请人工验票 最后倒赢了一千多票 所以他最后是赢回来的 甚至昨天我们看到麦肯纳尼 那个美女的白宫发言 拿出两百三十四页的证词 证据全部都直指密西根州 有大规模的舞弊 所以川普现在是完全就直攻密西根州 而今天密西根州出现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是一个印度麻省理工 印度美国艺麻省理工的博士 弄出来的演算法 他说左上角那张图是正常的图 他说什么叫正常图 他说横轴就是所谓的X轴 是指共和党的所谓的支持度 那上面歪轴的是川普的支持度 照理来说共和党支持度 跟川普支持度应该趋同吧 比如说左上角第一张图 共和党支持度是六成吧 60% 川普支持度大概多一点点 65% 这是合理的 那左下角这张图是常态分布 应该啊 共和党支持度越低 川普支持度 假设共和党支持度是20 川普大概是20上下 大概都在那条线上下 可是他去分析那个early voting 竟然发现 在所谓奥克兰州的时候 共和党制度越高 川普的支持度竟然越低 完全呈现分裂投票状况 他说这件事情不合理 尤其是川普是最能够凝聚 共和党相信力的人嘛 不太可能像这个early voting的 奥克兰州 奥克兰这个城市 竟然你看越往右边 越支持共和党的人 越不去投川普的票 对 反而越不投川普 你看他共和党制度到八成 川普支持度剩四成 他说这个东西 看起来是有大规模舞弊 他说这舞弊来回 大概是六七万票左右 六七万票来回 就是十三十四万票 就是密歇根州现在的差距 所以密歇根州 现在川普阵营是强力主打 内华达州更是这样 内华达州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公开告诉大家说 因为他们的额立封 你要签名以示 你有来 那签名完之后 他要电脑验证你的签名 这个共和党参议员说 他在内华达州发现 内华达州的电脑验证 全部都没有做 所以他说这些 只要没有经过电脑验证 没有电脑验证 我怎么知道你的签名 是不是对的 对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签名 所以这个东西 他也认为要重来 然后威斯康星差两万票而已 川普现在也要在威斯康星 去处理这个选票 然后打这个官司 所以每个官司 你看到他的选票 都差一两万票 一两万票 两三万票 真的哦 如果川普一个周 一个周去细算话 到底会不会翻盘 根本不知道 可是重点来的 赌盘还是持续下 你知道吗 现在还在赌 你看你看 美国当局不是结束了吗 没有 全球的川普 还是在持续下注 而且你看到现在 现在有10%的机会 他们赔率下降 已经有10%的机会 认为川普可以 继续待在白宫 上周只有3% 现在已经10%的机率 认为川普可能 继续待在白宫 那重点来 现在美国内部的民情 坦白说是真的 非常非常激动 而且对抗性 是非常非常强的 到现在还在对抗 当然是啊 这一天不落幕 美国只会越来越长 我们现在看到 这画面是反川普的游行 你看到 你根本看不到 什么挺拜登游行 都很多反川普游行 因为这种选举 是川黑跟川普粉丝的对抗 那你看这反川普游行 都是反川普的 对 非常非常多人 就是非要把川普 拉下台的 对 然后呢 维基尼亚州 因为维基尼亚州 他们也输了两三%而已 你看这是川粉 在维基尼亚州的半夜的抗议 而且维基尼亚州 是可以带枪上街的 所以维基尼亚州 这个抗议 大家也觉得非常非常担心吗 你如果不小心 那真的要插枪走火吗 然后现在这个是这样 川粉半夜在唱国歌啊 所以你说现在川粉 可以穿黑 双方事不了力 都不愿意退一步 没有错 而且你现在看到路上 还有那种打起来的状况 反川普的跟川普姿勺 你看 你看糊糊糊的状况 你看打哪去 真的你抢我的旗帜 我抢你的旗帜 然后两个在大街上就打下来 所以两边根本就完全 没有想互推一步嘛 而且喔 正常来说 这时候的媒体应该在扮演 一个中间润滑 戴口罩穿黑衣服的 是穿黑 没有错 你现在没有戴口罩的 很凶悍流胡子的是穿粉 你看造型就知道 观众朋友都知道 有戴口罩就是穿黑 没戴口罩就是穿粉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看他们吵来吵去 这时候到底来说 电视台应该做什么 中间润滑 经过公正报道的角色 没有电视台完全当山峰点火 你看这个这个主播在播报 他右边直接带他写 他叫川普回家了 时辰到了 回家了回家了 所以现在美国的电视台 也对川普非常非常不友好 所以在电视台这种推波作案之下 就让川普不认输 不断提起诉讼 不断提出各项可疑的证据情况下 美国的明星一定一直被激荡 一直被激荡 这才是大家最担心的部分 事实上 刚才讲到的现在中美两国还在剑拔 奴党还在对立 可是美国陷于内战 这个时刻习近平豪振乙霞的 肃清他的内敌 而且现在连华尔街日报都说 今天蚂蚁进入IPO1被砍停 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 因为这个马云已经得罪了中国的领导班子 对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华尔街日报他所报道的 他说引述来自于中国官员的这个这个陈述 他就说什么 为什么习近平呢 为什么马云的这个蚂蚁金服IPO会被停止呢 是因为习近平亲自下了个命令 而且他看了非常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监管单位的报告之后 他忍无可忍决定要终止这一场的IPO 那为什么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因为这个IPO设资金有350亿美金 那同时香港有160万人已经抽到签了 那中国大陆有550万人抽到签了 这么多这么庞大的这个抽签这么多 后面涉及到非常多华尔街海外的投资基金 还有中国大陆的富二代红二代的这些东西 唯一大家都已经准备要大获全身的时候 结果你把它终止掉 终止掉之后这会引发多大的副作用 他不在乎吗 他不在乎 所以他停止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更怕你上市之后的副作用对他更大 而且他写的 是习近平个人把你给砍掉的 对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就跟他讲 因为马云真的太过于嚣张了 为什么太过于嚣张 事实上你看他之前 我们就回溯到当天 在这个外滩的会议里面 外滩会议里面来说 马云一定觉得说 这是我的主场 上海是我的地盘吗 我的地盘里面来说 王岐山说完话之后 我就马上就说 中国没有系统的风险 因为没有系统嘛 然后他又批评说 你要监管我 但是你们不要用那种老扣扣的方式 巴塞的先 那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直接就这样子打脸了之后 听说习近平呢 他们后来看到马云 在那天会场上面讲的话 相当相当生气 你只等于是公开打了 我们当时中国大陆副主席 王岐山在说话 而且挑战共产党权威 这时候挑起了习近平 一个非常不爽的点 就出现了 你今年今年的时候 你曾经上书给中央说什么呢 你当时跟很多的企业家 包括说这个马云之外 还有柳传志等等人 你上书说什么 要我放过任志强一马嘛 所以你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听得懂 我跟你在说什么嘛 所以宝洁 我们现在在回想 过去马云做了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 马云他的这个南华早报 曾经多次披露过 很多中国高官栗战书 很多人的资产 你以前就是不乖 那现在这么多事情都出来了 任志强你也做这样事 那我都已经请王岐山 去跟你讲 说我们为了把你 列入这个监管之后 你马上就打了王岐山一把掌 这个时候 这个习近平就知道说 你究竟终究 你还是不会听 我们共产党的话的时候 我就决定对你痛下杀手 而且你说金融的三大门派 已经集结起来了 对 事实上 现在我们就慢慢看得懂 原来习近平的铺盘 是相当相当的 有节奏的 为什么相当有节奏 我就讲 那天外滩的这个峰会的时候 为什么要王岐山去 第一个 王岐山代表是国家意志 因为他是国家副主席 所以他讲的话 一定是代表来自习近平的意思 来自习近平的意思 他等于是当面跟你训诫 那我这个传达上誉 就好你听不懂 再来说 为什么王岐山很重要 因为王岐山 他过去跟华尔街关系非常好 如果真的 我假设要停掉这个IPO的时候 需要有人去疏通 华尔街这些人 就王岐山 对 需要有人去疏通 上弹马席 他们也会不开心 很多海外的资金 这个王岐山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派他出来之后 其实就已经隐含了这个意思 结果你不听话 好 第二个 刘鹤紧接着在 这个十九大五中全会之后开炮 刘鹤就代表是说 真的要跟你翻脸了 因为刘鹤在今年以来 习近平所有的重大决策 都是由刘鹤出马 中美贸易谈判是谁去了 就是刘鹤 所以他是习派的 对 他代表就是习近平的意志 他出来之后 其实马云应该就知道 他应该完蛋了 好 刘鹤出来之后 接下来当然包括说央行 然后十二月二号他就被约谈 约谈之后你看 央行的副行长先说了话 骂他不要玩前生前的游戏之后 十月这个十一月十号的时候 前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山 也出来骂 出来骂什么 他就说网路科技的巨头 会意志公平竞争 对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 带来挑战 周小山也出来 为什么周小山很重要 抱歉 他是中国大决有史以来 当过中国央行时间最久 他从2002年 当到20148年 当了16年的行长 所以现在所有的金融单位的监理 全部跟他有非常大关系 你公开打他的脸 他绝对会跟你翻脸 再来是什么 刘鹤代表的是习近平的意志 王岐山代表的是过去美中国到跟华尔街那些所有人士三大金融派系全部出来点名你马云 当然你就准备要人头落地了 我们常常讲一个人要斗垮前要先斗臭 现在我觉得中国就在斗臭马云了 对没错 那么马云十几年前非常的认真 然后还拿个棍子 拿个棍子的巡视 然后为什么要拿个棍子 也要看看他的员工没有认真 为什么呢 你的员工 我的员工一定要认真 然后包括必要的时候 拿个行李床就睡在我的 比如说你的办公桌旁边 当时马云这种叫做公私精神 但是十几年后现在要逗你说 你完全剥夺基层劳工 你知道吗 所以你是冠老板 没有错 你是个冠老板 剥夺基层的劳工 为什么呢 所以以前说你亲力亲为 你这么认真的管理你的公司 现在你是个混蛋 你知道吗 曹操有一句很有名的一个名言 要借什么 要借你向上人头一用 中国的经济在第三季的时候 发展非常好 但是他们有个统计发现 那么在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基本的 这个商业消费里面 总金额不变 但是加速变少 为什么 就集中到你马云那个地方去了 为什么 找出人垄断了 钱被你这些电商被赚走了 可问题来了 14亿的人口里面 那么单单个体户 有机有机可循的个体户 超过八千三百多户 保守估计有两亿多个人靠这个个体户吃饭 现在那么基层的商业行为 没有变 总金额没变 但问题是那么加速变少了以后 被你吃光了 那表示什么 表示一般老百姓没饭吃 所以没饭吃了以后就来了 马云害的 你知道吗 马云所害 马云害的 马云我恨你 马云造成我这个的倒闭 我所有的一切都算在马云的头上 所以现在既然我一切都是跳楼大拍卖 全部都是马云所害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马云害的 然后我恨你 然后我恨你 那到如此的情况之下 中共怎么办 中共很简单 钱是你赚的 所以现在中共立刻打出一个打破垄断 谁垄断 马云垄断 打破垄断以后 我就借你身上人头医用 所以现在马云成为重死之地了 所有的一切 本来阿里巴巴 我说开玩笑说 那马云为什么 为什么败 因为阿里巴巴 去遇到事实大道 因为垄断 你不能垄断 只有党可以垄断 你不能垄断 所以现在这么多的 这个比如说个体户 这么多的老百姓 这么多的店 全部都关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台湾在过去 二十年前也面临过 借钱不用赢 很简单 现金卡的时候 所有人都去办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多人去办 以后变得很大方 为什么 买东西送人家 然后请客吃饭 然后买手机买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办这个卡 我里面立刻有一二十万 以上的钱在里面 你忘了你要还 现在问题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南京大学生 一半五十六个相关的 那个借款贷款 结果还不出来怎么办 就跳楼了 就自杀了 就等于说寻短了 然后呢 那么一样 有那个妇女呢 一样还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 她们手法其实都一样了 那个什么消费贷款的这个产品 什么花费 先花 然后现金贷款 你什么东西都很简单 手机拿起来APP一下载 然后一半一半一半以后呢 你忘了有一句名言 花明天的钱 为今天的欲望买单 但你不知道后面还有个顺口六 下单一时爽 尾款火葬场 所以你要知道 你现在下单很爽啊 肯定要还了 你还不起啊 现在所有的东东大陆年轻人了 几十万 上百万都还不起 就变社会问题了 对 当变社会问题 你看 女孩子就跳河了 为什么 她还不出来了嘛 她真的还不出来了 因为你在下单的时候 我要买个什么东西 要干什么 很简单 你要减肥买美容品啊 那你要这个去健身房啊 你要买什么 都很简单啊 你只要下载APP就好了 下载了以后 其实都是要还钱啊 那个利率 就跟我们过去的那个利率一样 当然不至于到地下签中 不过也差不多嘛 因为呢 你一直欠一直欠最后的结果 那我问你 共产党遇到这个情况下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 那很简单嘛 过去 那个勤奋不屑 工作不屑的马云 现在就是人民公敌 十四五 科技要自立自强的部分 侍从就要带我们来看看 过去中国大陆的一些科技的发展 当然可能用偷的用买的 后来都一一现出原型 现在说想要所谓的内循环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办得到啊 对 没错 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五中里面 它推出了所谓的十四五的规划 它里面包括说讲到什么双循环啊 内循环还有外循环这些 但其实里面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们要进入所谓的创新型的国家 什么叫创新型的国家 就是他们的相关的技术都要自我 自己掌握 特别是他说 尤其是一些卡脖子的一些相关技术 他们要完全攻克 他这一次里面 因为十三五计划里面他有说到 要国家要保持所谓的中度成长 他这次没有这样的说 所以他现在显然是把经济成长的目标 抛弃了 他可能没有要注重这个 他现在注重的就是要 科技真的要达成完全的自主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科技真的要达成自主 有那么容易吗 对啊 落后这么多 对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最近刚好有几个人出来讲话 一个是任正非 任正非就是说 晶片砸钱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这次的十四五计划里面 他们要砸大概约末 1.4兆美金的金额 要来发展他们整个半导体 包括说要扩充人才 甚至成立半导体大学 那你看他说什么 以前修路造桥 修房子 已经习惯了 只要砸钱就行了 那这个金源光是砸钱不行 要砸数学家 物理家 化学家 等等的很多的科学家 所以不是只有砸钱出来的 他甚至这几天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设计出来的晶片 中国大奥做不出来 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他在质疑中国大奥的 这个金源的这个技术能力 另外一个我们前几天 之前也讲过 一个龙心科技的董事长 胡威武他就说什么 他说我们中国不要想做五奈米了 那五奈米做不出来 我们现在用28奈米就好了 28奈米就可以做 大概90.9%的这个产品 可是你知道28奈米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有点泄气了 为什么 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28奈米的话 因为一个晶片最重要就是 它上面有多少电晶体 那28奈米你知道几个电晶体吗 28奈米有10亿个电晶体 那如果我们用现在这个台积电 做了5奈米的这个晶片来说的话 它有120亿个电晶体 所以你光吃电晶体的数量 你就知道说处理的速度 完全是差异非常大 那他就说我们用28奈米做就好了 那某种程度来说 他也认为说 现在我们中国大奥要追全世界的国家 真的有一大段非常长远的路 那事实上他们最近也推出了 28奈米搭载的这个 搭载就是这个龙心科技的这个 3A4000的这个处理器 那他就是28奈米的嘛 但是他现在问题是哪里呢 他不能够跑海外的这个Windows系统 因为那个太大 他跑不了 他只能够用 他只能够用他们国产的这个系统 因为那个系统要跑掉很大的这个CPU 那些都要跑啊 没办法 所以都要到他们科技自主的路 真的真的是相当相当长 那为什么科技自主的路那么长呢 主要还有几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过去在发展半导体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他们要骗补嘛 但是其实骗补是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他们要炒房 要炒楼 为什么要炒楼 你可以知道 星数不正就对了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去这个 譬如说我去这个 跟县市政府调土地嘛 县市政府批给我土地啊 那批给我土地 这个土地就是我们公司的啊 我们公司的旁边 我们在把旁边的土地圈起来 我们就是炒房嘛 那如果万一做 我做不下去没关系 我至少有土地嘛 土地以后是我的 我可以卖或是怎样之类的 所以你看光是紫光集团 我们用紫光集团好了 他取得的这个土地面积是 2614.57公亩 那个总建筑面积是364.58万 所以就是说他弄多少钱 他这么多的土地哦 我们如果除以3 就是我们的坪数嘛 那你看耗资多少 113亿人民币 他如果算一算 他就说什么 他们平均的这个房 这个取得土地面积的价格 大概是486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目前中国大后的 平均的楼房的价格啊 大概是1万多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个其实取得的 是非常便宜的 那我假以时日把这些处分掉 那我是不是赚大钱 面积这么大 所以到底是土地不是这个 当然是这样子嘛 你看还有另外一家 2015年的这个河北的这个昂阳围电子 他就说他现在跟政府要了这个资金来之后 那他做什么 他完全就是买土地啊 他就用来买土地还有这个办公楼的设备 照理说你晶片应该要投资什么生产 还有无城市这些 他根本没有做这些投资 他就来买楼 然后马上就要盖一个办公室 办公楼他甚至还准备怎样 我办公楼盖好之后我可能要租给别人 所以完全都是 也不是自己要做 当然都不做完这一套 你看像包括说像德科马 这我们讲过 还有这个德科马的公司 你看他就出 县市政府出了254公亩 那另外昆同半岛也正在西安 你看他拿了2000亩的土地 红星他也拿了636亩 然后隔星他也拿了800亩 所以他们意思是什么 他们就是在买土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为什么中国大人不愿意做晶片呢 晶片我要花个五六年以上才能够赚钱 我盖房子的话 盖好马上就可以赚钱 所以他们过去 这些全部都是心数不振 所以最近他们的发过来就说 我们要开始回去追这些人 但是无奈 他们过去已经打下了 非常不好的根基 好 那我就讲 因为他们的技术门槛不足的关系 他们现在面临到美国的封锁 美国封锁之后导致他们真的 你看像华为好了 华为第三机的手机出售 这是5170万部 下降 较去年下降了23 所以他变成是第二名 原本他第二机的时候是第一名 现在变成三星第一 华为第二 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华为的排名可能会继续往下掉 那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美国完全的封锁他 另外一个就是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现在跌倒的时候 我们台湾包括说我们的造艺创新 他们的造艺创新 因为下单给这个中芯国际 它是做所谓no flash的这个产品 那因为这个no flash它做不出来 它没有产能 所以现在是变成是台湾的华邦店 还有台湾的旺宏 就因此而赚了大钱 所以我才跟你讲 这一波现在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十四五计划 中国大会准备要砸大钱进去 砸大钱进去的时候 它第一个目标 你大家猜会是谁 目标是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它一定会大量的吸引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跟台湾的公司 看你能不能来这边投资 所以我才说 这个其实对台湾的持续效应 也是后续我们要持续观察一个重点 好 那慧珍 我们看到这个蚂蚁金服的IPO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风光 但是其实中国大陆有不少这个血汗企业 蚂蚁金服难道也是其中之一吗 员工难道有苦哈哈吗 应该是说 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认为那么好 但事实上跟别人比已经非常好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蚂蚁金服这一次的IPO之后 不仅马云自己身价暴涨 增加了100多亿美金 从原本大概570亿美金 要变成是711亿美金 所以变成全球第11大富豪 那他自己本身持股 其实他这一次上市之后 大概有拿出两成的股票 然后放到了两家公司 这两家投资公司据说 未来的股票是要配给 所有蚂蚁金服的员工 所以就有人去算了 两家公司持股算下来的话 大概是1377亿人民币 现在蚂蚁金服的员工 总共有16660人 算下来每一个员工 可以配发830万人民币 那你想说那不是很好吗 然后大家要开始非常羡慕 还有一些网友帮他们算出说 现在杭州的房子二手房 每平方米大概是3万人民币 算下来的话 你配到这个830万人民币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一个 280平方米的豪宅 相当于台湾平也80几平 那你真的是豪宅 不过很好笑 竟然就有人在想说 你们怎么说的都已经算出来了 那我是被平方的那一个吗 我是被平均掉的吗 我怎么明明感觉上没有那么多 他就开始解释说 你讲的这些激励奖金不是人人有奖 是要累积10年以上的人才有 他哪有像你们讲的这么好 可是也许他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非常好 但我听在我们耳中已经非常好 尤其是马上又有人开始写说什么呢 中国其实绝大多数的互联网 有四多家的互联网 他们其实是996 什么叫996 就朝九晚九 一天工作12小时 而且一个礼拜要工作6天 对 所以他们就有人就开玩笑说 其实我们是996ICU 那你想说996是上半时间的ICU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长期坐996的话 你到最后你就要住进去ICU 就是急救病房了 所以他们就讨论说 事实上这种过劳的情况 其实普遍揭示 但是不是每个过劳的科技业者 都可以或金融业者 都可以像蚂蚁肌服的员工一样 那么好有一个八百三十万 所以有比较还是有三害就对了 就是一样就空 一样很认真 但是每个人分得的那个福利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除此之外 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中国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 以及就是现在美中贸易大战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失业率 现在来讲还是维持 大概有五点四%这个情况 那五点四% 我们如果换算成一些 比较举一些例子 大家比较听得懂的话 就是你知道我们今年 光中国的一年的新增的 那个就是大学毕业生 就有八百七十万 这八百七十万的人里面 到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二十五%的人 找到工作 所以其他的人 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工作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业这件事情 就被对他们来讲 是很就很难 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也很难找到一份 自己觉得可以的工作 绝对我就会变成这样 变成一份工作 大家抢着要 那它就会形成 各种情况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